在他的basement有個更好玩的空間 這是業主的酒窖 因為業主的favorite color是purple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要把這個空間 用purple做成一個很重要的顏色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一個 你可以在裡面暈眩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就像在一杯紅酒裡面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弧形墻 然後呢 這一些都是放酒的地方 這樣一根一根的壓顆粒棒 所以它基本上裡面的質感是這樣的 都是流線型的 是它的酒窖 我們現在目前的進度就是希望 希望下個月可以拿到使用執照 拿到使用執照以後呢 我們這些就可以開始試做 然後是現在創上去的效果 Anyways 接下來其實是我們今年做的一些case 我會很快的讓你們稍微看一下 也是一些很不一樣的project 我們現在work on這個 它是一個飯店 基本上在西門町很多這種超醜的醜樓 就是它醜到我會看到這個已經傻眼了 這麼醜的我們能怎麼做 但是我覺得 就是因為它這麼醜 又讓我想到了別的做法 其實它上面你看到的都是住宅的違章 違建這些 它上面都是這些違章的東西 下面這個就這麼醜 已經紅色的牆 然後呢 它很大 它整個city block這樣 然後上面像一個wedding cake這樣 那我們就想說 好 它既然這麼醜 我們能不能夠就是接受它 然後就把這個建築想成是一個found object 就比如說真的就找到它們醜 那我們把新的東西可以一層一層的加上去 讓它就是 又醜 但是又有在地的特色 但是又現代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 比如說像這樣一層一層的layer像書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那個基本設計是變成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用了 你會看到我們這個建築物重新翻新了以後 其實這些都是舊的牆 其實它都露出來 然後這一塊也是半樓空的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一層一層這樣的一個設計 用擴張網 然後把它原本建築的特色其實保留 所以基本上這棟建築物它翻新了以後呢 它還是舊的 就是你會看到它不會一出來就是那種亮亮磁磚貼滿這樣 其實它會這樣一層一層一層的 所以它在另外一個角度也是這樣 再加上我們現在那個功能 一樓會是一個就是market 然後上面是飯店 在上面就是那個住宅的違章 然後再上屋頂層就會有個屋頂花園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功能也是從飯店市場這樣一個個堆疊上去 所以我們的那個屋頂的設計也是延續這樣 就是把所有的這些一層一層的 用地景的方式給它做出來 然後基本上就像這個 這是油漆 就很老的油漆 就是一樣一層一層的疊起來 然後在屋頂花園的時候看下去我們的公園 其實我們的業主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家族 所以他們現在還叫我一定要把那個建築的外觀做得更舊一點 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我本來根本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接受這樣的東西 就叫我去翻新一個建築 我竟然還把舊的東西放上去 不過很高興他們喜歡 所以是接下來今年我們要希望可以完成的案子 那這個也是目前我們在請照的階段 這也是一個很好玩的案子 它是一個民宿在墾丁的山上 非常漂亮 這都是相思樹 所以我們的想法那時候因為在墾丁功又不好 然後要做到一個很精準的東西 像House of Music那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 然後既然不準了就讓到設計可以是很不準 做錯了也沒人知道這樣 所以就開始想這個所謂free wall的這樣的一個很粗獷的水泥牆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material wall 就是從這樣一直糊上去 我們也在開始想說因為那邊山上 它樹的聲音被風吹非常的好聽 所以我想做一個弧形可以catch這個聲音 所以這個free wall也是一個sound wall 然後那個plan也是就是free plan 反正就是那邊它是在山上沒有任何的限制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板牆的系統 意思是沒有梁沒有柱子的 它基本上是一片板一面牆這樣 所以在這個弧形的地板佔了一些弧形的牆 然後整個結合起來 所以這是我們的study model 三層樓是用這樣去彎的 所以這整個效果出來都是用水泥去做成這樣的 它是一個非常鏤空的民宿 所以進去然後七個房間 希望明年可以落成 然後你們可以去住 然後從後面看 你可以看到我們那些飛牆 所以基本上就是飛牆 飛牆這邊是飛出來 這邊也是都是用飛牆去設計的 那這個樓梯間也是都是戶外的 全部都是飛牆 然後這個粗跳其實也滿大的 不過我們在想說 只要它沒有結構的問題 它越粗越好 我是希望它很粗很粗這樣 然後在屋頂它有這樣的一個游泳池看海 so yeah hopefully 因為這個這個現在在請照 所以希望在兩個月 兩三個月我們照可以請下來 那這個也是我們正剛開始的案子 這是一個shop 這是香港的一家店要過來開 那也是很好玩 我們現在在設計一個組合系統 讓它就是很free 但是又很有結構性的 那這個是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pet project 我在設計一系列的jewellery 然後那個idea是用地心引力去設計的 那所以這個已經做了第一個mockup 所以 hopefully今年可以有東西看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正在設計的一個project 那這是一個電動賽車 那目前那個這個車身已經在翻模了 那應該是今年就會可以完成第一台 anyway所以今天其實帶給你們看這麼多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知道 就是說整個建築的行程 其實不是一個所謂建築師的事情 其實它行程真的就是跟環境跟人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然後呢 好anyway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那我們的website 然後下面是我個人的blog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多多指教 謝謝 謝謝 謝謝張建築師 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還有時間 會不會太晚 你要不要回去帶小孩 OK 就是你跟我說可能之後還是會想要做一些公共工程嗎 對不對 那你有比較想做的案子類型 或者是你職業生還沒有什麼樣的夢想 你想要投入的 就是你理解了 那有很多要在那裡 可以說 那有幾位 會不會太晚了 blo錯嗎 是 有很多可怕 可以 謝謝 感谢观看 是邀请的镜图 是澳洲的 它是替黄金海岸设计一个牌坊 像这样的就是 我从来想也没想过 我们会要设计牌坊 牌坊就是你们都知道吗 就是那种 就是那样 就是在Chinatown 要设计一个牌坊 不过因为它就是 我从来没碰过 然后它又很古典的意涵 所以我们也 做了一个也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solution 不过今天没有跟你们分享 那基本上我们是沿用了 就是老牌坊的那些 斗拱的结构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twist 所以它出来的那个效果 是完全就是unexpected 所以像这样的 所以变成我不会再想说 什么type可以做 什么type不可以做 其实真的就是要看 就是那个project本身 有没有够有趣 我们上礼拜就是要请到 徐明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然后他是 他是说 他的题目是 为什么我们拿不到 普里斯克的建筑脚 当然这是很尖锐的问题 而且 当然不是很多人care 尤其是台湾 因为这个是 毕竟只是一个奖项 但他可能就是 做一个反思就是说 现在当代的潮流 或者说做建筑应有的态度 其实台湾跟欧洲 跟美国跟西方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尤其是 好像你有在 Rim Kors那边待过 然后也在 Bernard Truman那边待过 你觉得 你回到台湾 你对台湾的建筑环境 认识了一些之后 你觉得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 或者是 你有没有想过说 以前的那些经验 如何在台湾 然后是怎么样的仕途 可以在这边发挥一些 什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融合 或者是一种转化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当然国外跟台湾的建筑环境 很不一样 这是不可否认 但是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点 就是说 不管是在国外工作 或台湾工作 你都会有 你碰到的限制 其实是不同的限制 其实都是在的 就是你还是要如何做到好 还是有很多一大堆 你不能够控制的因素 但是外国的好处就是 外国的业主 至少我之前在那些民事务所 碰到的业主都 都比较有观点 对建筑设计 多多少少 其实都有他们的看法 而且他们不会干扰 基本上就是说 比如说我请你来帮我设计的东西 那就完全相信专业 我觉得刚来台湾工作的时候 这一块是 difficult 因为很多业主都会说 我盖这个也盖好多次了 我比你聪明 都会是这样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的懂建筑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相信建筑 我觉得是一直会碰到这样的 那这些年我觉得有改变 变得比较愿意相信建筑 因为我想因为政府 也一直在push那种所谓文创 然后搞了很多这样的 然后很多外国式建筑是过来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改变 但是也会发现很多业主 他们基本上只能够谈的 只是一些很皮毛的东西 比如说他会说 这个建筑一定要有某一种元素 要某一种元素这样 他也无法真的是进入 那个真正深层的建筑意义的创造 是怎么样的 那像这种业主 我们有碰过 但是都不会 其实有接过一个 但是后来我们quit 就是不做 因为这样下去是 双方没办法开心的 所以变成 我们现在也不是说 一定要每一个人 每一个业主都要爱我们的东西 所以变成我们就要更小心地选 可以认同我们思考方式 那我们的思考方式 基本上就是说 那个idea是最大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做这个是要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找到的业主 是认同我们这一块的话 其实就very easy 就是去的话 然后大家都会照着那个目标 然后成立那个方向 这样一直走 所以我们也得过教训的 就是说不能跟随便跟人家接案子 就不能这样 因为这样你会做坏你自己的精神 就我讲的精神是spirit 你会越做越灰心 因为你想得到的 其实那个人是不能够认同的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小心 然后不过你可能也会注意到 我们很少有那种集合住宅的案子 因为目前台湾那一块的气候 都是很多时候业主是这样的 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 就立面拉一拉就好了 真的有业主跟我这样讲过 那后来我们就觉得不行 就一定要不能再做这个案子 因为接下去 他一直叫我立面拉一拉就好了 那我觉得是没有意义 对我来讲 那立面拉一拉 你就随便找个人去拉嘛 对不对 那我们情愿做小 做少一点 因为那一块像集合住宅 是台湾一个建筑师吃饭 很重要的一个饭碗 对不对 那是一个暗原不断的一个market 但是我其实没有期望说 在那一块要给我们带来什么 当然假如我有机会设计集合住宅 我会很努力的很用心的 把它做一个让我觉得可以挑战 台湾住宅市场的建筑 但是这样我必须要遇到对的业主 对 我也觉得要遇到对的业主 我才会去参与这种developer的案子 其实目前我也是尽懈不明 对啊 但是延续刚刚那一个啦 你们有人要问问题吗 好好好你先 我想请问你觉得台湾的建筑师是不是缺少一些 有缺少什么视野 因为之前听过一些建筑师来台湾建筑师来 可是他们对提到的基地部分都很少 我个人是觉得台湾的建筑师很多时候 可能是因为太 太care建筑还是怎样 但是其实他除了建筑以外 一些琐碎的事情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 当然他们自己的专业 他很知道 比如说法规要怎么弄的最那个 但是比如说你要跟他讲一些 像这个设计文化 有谁做了什么 然后一些观点什么 其实都讲不太出来 我觉得绝大部分是这样的 那可能有10%的建筑师做的东西才会比较有意思 其实台湾很小 你也数得出这10%是谁 其实90%都是那样 那像那样就是说 假设你自己觉得你那个状况是OK的 那我也没办法 反正他迟早会退休 就新的一波的人会进来 然后有新的观点就会产生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20年 让新人 像你们这样的建筑新人 可以进来 其实那个状况就会改变很多 就是我一直想 就是说那个建筑 假设只是建筑自己一块 通常很少可以让你 我觉得怎么说 我其实不是那么常看建筑的书 那我看的是什么 我都 我看 其实我什么书都看 但是我只会看 比如说 对我觉得很棒的建筑师 但是我不是看 比如说他的作品 有多条多条 其实我都是看他如何去 在他的状况 想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比如说他如何去做这个细节 或者他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我 我很selective的看 然后我都不太 我都不太翻那种建筑杂志 因为我觉得看了 看了对我也没什么帮助 因为他只是pretty picture 然后我会看很多比较technical的 比如说我会看人家怎么用材料 怎么去解决那些界面像这种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 我还在学习的地方 所以 对啊 因为你像设计杂志你看多了 我觉得那个也没有帮助 所以所谓这个对 这个文化有一点feeling的 也不是说看设计杂志来的 而是说真的去看 反正我会觉得 我的hobby是当代艺术 我一看当代艺术 我会觉得那个给我的启发 实在是多太多了 因为艺术家永远是在建筑师的前面 他们做的东西是pure thought 他不需要业组 他不需要那种功能的 所以我其实很respect 我也很厉害这种艺术家 所以我会希望至少以后建筑出来的新人 会更多的关注建筑以外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唯有这样才可以让建筑更活 我不是一直只是在那里讲一些法规啊结构啊这样 因为没有那个中心的灵魂呢 那个建筑是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 我想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刚好看到老师 你每一个案子的切入点都非常的impressive 同时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出无意料 这切入点是怎么去找到的 是通过跟业主的交流 还是自己团队的讨论 或者是之类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去那个基地的一个first impression 我很相信这个first impression 当然我知道这个first impression 是我自己的一个反应 那我必须要建立一个很强的logic 来让我的业主买单 这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挑战 但是我也很相信 每一个project的基地 它的involved的人 然后它业主的个性 它就是那个状况 每一个案子都不一样 然后每一个案子都有一个很独特的组合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案子都可以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是因为那combination永远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combination对我来讲是我的creative source 就是因为它那么的独特 我觉得才会让我有机会去想到一个更确切的solution 所以我永远不会一开始就是说先从比如说某种建筑元素 因为那个是空洞的 那真正在手上就是说 比如说你业主的budget 它的个性 然后整个基地给你的一个挑战 气候 这是非常实际的东西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很快的 尤其我觉得我通常可能是一去到 我马上就会有一个影子在脑里面 然后再过一两天 我再思考一下 我已经有一个很强烈的方向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做很多的study 我们就会做很多的模型 我们就会想很多 当然这个亚洲工作的一个pressure 就是说你的速度必须要很快 这是亚洲的特色也没办法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了 我觉得我们就一直训练 想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快 所以不会说有什么东西卡住的 因为对我来讲没有所谓卡或不卡的问题 永远一个情况present在你的面前 你就是可以有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对啊 其实很多人会问我们就是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